大家好,鵬仔生物頻道 今天就跟大家來一個簡單的開箱 在未開箱之前,我也想跟大家說說 我最近都很久沒跟大家去見面 或者甚至拍片和大家聊天 甚至連我拿了幾隻Hot Toy 我都沒去拍片 因為這陣子鵬仔我本人 忙於某一隻的東西 我先講解一下這隻是什麼 它是Marvel Legend的禱鷹 應該是1比12的版本 後期我將它改了 它原本對應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看它原本對應是怎樣的 我之前有介紹過一個開箱 現在我將它對應改了就是這個款 環繞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原本改色是偏有鐵綠色的 但後期我最近有一隻1比6的禱鷹 總是還未出現的 後期我參考了它的色 就是黑鐵色 我後期再改了它 近似黑鐵色 我今天應該要再買一枝油回來 透明黑色 要噴回這些 讓它不要那麼銀色 變回黑鐵的鐵色 所以想將它這樣改 但因為今天鵬繞哥哥收了電話的訊息 我今天就忘了去買一枝油回來 急於無奈 就是今天沒有噴到它了 甚至不打算今天去搞它 那我今天要開箱開哪一隻呢 大家先看看影片 沒錯就是幽靈車神 其實它好像有另一個名字 叫幽靈戰車 還是幽靈... 不知道什麼什麼 我記得是幽靈車神多 我本身鵬仔 都有它的HotToy 1比6 MMS-133 都很長歷史 這隻東西真的超愛的 其實大家對它有沒有愛呢 其實我鵬仔覺得它 當初看這套片 都幾舊 這套片都是很舊很舊 可能是去到我... 即是我兒子那些都沒看過這些片 它都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來的 那我都不介意 因為本身大家是有看開Marvel的東西 其實它好像都屬於Marvel 其實它是... 在我印象中 我都覺得它好像有點打不死 好像無敵生 類似死事那些 我覺得它很厲害 所以我呢 尤其是坐電單車的樣子 我覺得它簡直... 哇...超型 簡直哪有一個... 哪有一個主角型都可以這樣 所以那一隻鵬仔 我去買了這隻東西回來 直到現在其實都很長歷史了 然後放下了我這一隻的幽靈車神之後 我今天就是... 急於為何要拍一條開箱片呢 就是因為我拿了這隻東西回來的 其實呢... 它都幾大隻的 我先不拿那隻大隻那隻 我先拿一隻小小隻的 它的編號呢 它屬於TD2023的號碼 我近鏡少少給大家看看吧 因為呢 本身可能現在拍攝這部 這部是iPhone 13 Pro Max來的 那有一點點對焦對得不太好 因為比較萌了一點 它都是對著我的樣子比較清楚一點的 那不要緊的 我都可以說... 量磨看看吧 那這隻呢 就是本身它是有出... 豪華版啦 還有... 甚至加上它的... 烏魯馬那隻的版本 那我本身拍攝仔哥哥呢 我覺得... 如果你買得到這一隻的話呢 你沒有理由不要這隻馬的嘛 那你整個... 靈魂... 幽靈車神的電單車啦 那... 然後我就覺得... 它這隻... 沒有理由沒有那隻馬 如果一定要... 不要那隻馬的話呢 只有這隻呢 我覺得真的差很遠 那先來一個簡單的開箱先 那...其實... 這隻真的馬上拍的 我都是... 那...其實... 好像說呢 這隻東西呢 它來到的時候... 來了幾天左右的啦 但是呢 就... 即是有些店頭已經開始有得買去 已經是有現貨開始買 那我都覺得... 差不多時候 所以我的索性呢 我就覺得... 我那段時間已經是做了... 少少那條片啦 剛才剛剛看了那條片啦 那我剪定打算... 他一來到... 那個老闆呢 一到貨的時候呢 他一告訴我 他當日立刻想要... 立刻吃那條片 立刻加上去 那就可以快手好多了 那大家都看到它的盒的封面啦 其實呢... 就可能... 都不是... 看得太清楚啦 那我覺得這隻東西呢 它是... 好像... 那時候老表講過 說... 說... 幽靈車神的... 前一代... 即是上一代 然後就交了給它 好似說 那開來看看 裡面的結構是怎樣 那開了整體來說呢 都... 現在黑漆漆都看得不太清楚 它配件不是太多的 可能是... 只有兩個頭雕啦 還有幾隻手型 其實就不是太多的配件 其實就不是太多的配件 我看到... 覺得開箱之後呢 看到它呢... 其實開箱之後呢 我一看到... 嘩... 我覺得... 為何... 做得這麼漂亮的這隻東西 我覺得呢... 它可以這隻手做到是... 即是幽靈車神呢 它那個... 那隻手呢 是本身戴了一個手套的嘛 但它這隻呢 竟然是做到... 連隻手呢 都是那個... 透明的火焰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 有一點點對焦 對得不太好啊 因為我這個棒仔呢 自己本人呢... 太過... 因為我這個棒仔呢 急著回來拍片給大家看呢 我沒有買到它的那個電柄 我剛剛呢 開完這隻東西之後 研究到呢 原來呢... 它呢... 入電位呢... 是這個... 中間這個頭頂這個電柄位 可以靠磁石呢 一遲了在帽子那裡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裡呢 有一塊磁石 那這裡有一塊電柄呢 就可以穿到燈的 那如無以外呢 它這些頭髮啊 眼都可以穿到燈 那... 因為我本身呢 今天急著回來拍片 我是沒有買到 任何的電柄 或者電芯那些都沒有買到的 所以今天是穿不到燈給大家看 我... 我也很想試一下穿燈給大家看 這一隻東西 挺漂亮的 找日啦 或者我會有機會的話呢 我會補一點點片 是關於它穿燈 再騎馬那隻 骷顱馬的穿燈 那個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它現在的身體 看完啦 那本身呢 這個角色呢 它都有一個... 本身這個角色呢 它都有一個頭雕的 那我就這樣看啦 這個頭雕呢 我都覺得做得不差 都好像本身那套騎的那個角色 但你問我說 這個角色是哪一個 我不是太清楚 因為我都不太知道 它叫什麼名字 有幾隻簡單的手型 都是... 很基本的幾隻的啦 譬如這些... 譬如剛才... 剛剛拍到它的時候 這一隻的身體 它本身的拳頭呢 都是透明的嘛 其實呢 感覺上 可以看到它的骨架 那些 類似裡面的骨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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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手... 這隻手不知是否穿燈 我真的未研究得到 應該這隻手是穿不到燈的 如果這隻手穿到燈的話 我覺得它會做得更加完美 因為就這樣摸出來 不見到有任何的開關鍵 那些東西 它真的是一隻透明手 透明手這樣 那如果做得到 它連隻手也穿到燈 就非常好 那原來呢 這隻東西呢 它下面還有... 第一架是這樣 它下面一拔開 拔開了之後 還有第二架 那還有這一堆東西 那我現在看看 有些什麼呢 就盡量講解一下 還有這個呢 不知道是不是 這條褲套下去 就這樣套下去 嗯... 我想要再看那部劇 才知道這條褲 究竟是否變了新之後 還是未變新之前 這條褲套 也有它本身未變新的帽 剛才本身的帽 是有一個火焰 這個是帽 只用一頂帽 我感覺上這頂帽 也做得很好 不錯 還有一個底座 那是必要的 如果大家有一個組合櫃的話 底座一定不能少 它也有這把槍 好像跟幽靈車神的槍很相似 我現在就這樣看下去 有一把鳥槍 都有一些重的鐵 這個應該是 有些重量這隻 杏杏性 那現在的本體就看完了 它的身體本身的配件 我一開始以為很少 原來它裡面裡面 下面那一層 總共還有一格 那一格就令我覺得 嘩 彭仔覺得這一下 嘩 鼓勵不到 原來一揭開那一下 你的配件都蠻漂亮的 有那把鏟 那把類似的鳥槍那把 又不是叫雷明燈 大家是不是這樣掛 那現在接著要開什麼呢 開個重頭戲 其實這隻東西 我覺得 哇 箱都大到這麼誇張 其實這陣子 我都拿了那隻 WONDER WOMAN 回來的 新的WONDER WOMAN 但其實我是 原本很早前已經可以拍片 因為我記得我表弟 都已經一早拿了回來 那我跟著問 不如我們拍WONDER WOMAN 那條開箱片 然後她就說 不要啦 好像都遲了幾天 你又不是馬上拿回來 馬上開 那時候就沒有 那時候就沒有拍到那條片 開箱的 那我現在拿了回來 那時候呢 我也想到明天 或者輕輕地說一說 那隻WONDER WOMAN 那這隻東西 那個箱這麼大 我覺得 它裡面 只買那個應該都不小 開開來看看 不過這隻馬的重量 都不算太過重 我覺得拿回來的時候 都不吃力 大家玩HOT TOI 那班朋友呢 尤其是蜘蛛入的粉絲 有沒有說訂到最新的 副廠的那隻 我本身的棒 就是訂了1比6的那隻 就是我訂了 它有兩間廠的 一間廠就是 它的翼 就是加上對翼的長 都有100多cm長 另外一直只有90多cm長 我就沒有訂到那隻 90多cm長 那隻馬本 因為我覺得呢 它短了 好像有點怪 所以我後期就訂了 我也是訂了 一間100多cm長 那隻的版本 那隻呢 可能是到 有機會是 今年的夏季會出到的 到時一出到 我都會開箱拍片的了 嘩 它裡面是化寶膠來的 那意味著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可能裡面那隻 是很容易弄爛的 所以大家要拿出來的時候 要小心點 我現在感覺上 我好像淘寶開箱一樣 感覺上好像淘寶開箱 開箱一樣 那現在開了一層 還是一個化寶膠 我也是用我的刀筆 玩模型的刀筆來開的 那我好期待裡面那隻馬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嘩 嘩 我已經開了一點點 看到它的樣子是怎樣的 好帥 我看到它就是 那我先躺下它 我免得弄難吃東西 我第一眼看下去 覺得它 它有點像 鮑克沙裡面那隻 那隻喪屍狗 那隻喪屍狗 它那個身是看到一些骨 它可以用USB來供電 那隻喪屍狗 猜不到它 那這隻喪屍狗 那這隻喪屍狗 用USB來供電的話 我先研究一下 它是類似USB 這個位置是一個圓形的插頭 不知道是插哪裡 是不是插到屁股 還是真的插到屁股 真的插屁股 你看看 插屁股 插屁股 是不是沒有明顯 插屁股 那我先不要說插字屁股 就這樣看它的外表 嘩 大家覺得 這隻喪屍狗 我覺得它呢 這隻喪屍狗 比這隻喪屍狗 這隻喪屍狗 那它後面的喪屍狗 都是用了類似 那些叫假帽 假的 不是閃電帽 即是那些直帽 那它身上這些 著了火的燈 應該我覺得 著了火這些位置 你應該都可以著燈 那我看到它的嘴 它是 不是那些普通的馬嘴 那麼簡單 它真的好像 類似是一個 骷髏骨頭的馬 的骨架 那樣 真正 大家看看這位置 它是露出骨頭的 這位置 是露出骨頭的 嘩 這隻喪屁 既然用USB可以供電 我會開一次 開一開燈給大家看 那它應該還有一個 類似馬鞍那些 即是裝在身上 那它只有兩個配件 這個 這個 因為加上這兩隻東西 我可以告訴你 早前我鵬仔哥哥 本身一早已經訂了回來 它這條 這條的價錢 即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 即只是不買這隻馬嘴 是浪費了 浪費了 那我覺得 如果多付大概 不用一千元 買這隻 我覺得可以的 那實質上多少錢 我就不多說 因為這些 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我以下這裏 會有一個 標了出來 可以試試問一問 這位師兄 有沒有 有沒有現貨買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可以試試去街王運 街王商場裏 或者一樓那間 都會有這些 這些貨買的 甚至街王地牢 都可能會有 那哪一間 我就不多說 我只知道一樓 和地牢 都類似有這些 副廠的 現成買的 有很多條帶 這個 這個馬鞍 即是讓那個人坐上去 那個角色坐上去 但是呢 就是因為現在我不弄住它 因為我想試動眼燈 那現在呢 駁了USB電之後 哇 它那些閃的 閃的效果 好像融眼一樣 超帥仔 這個東西 但是這樣的 其實呢 如果是有些火位 例如身上這些位 就不是顯示得太清楚 那些 它的燈就不是太清楚 最清楚的是 頸這個位 和眼睛這些位 很清楚 胸口這個位 也很清楚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裏好像不覺得它有什麼燈 亮了 不過呢 它不是沒有亮 它是很淺色 它是很淺色 淺得很厲害 淺到你不覺得是亮了 但是這裏最明顯 真的超美 大家怎麼可以不買這隻 幽靈車神有愛的話 絕對要買一個盤 找這隻陪它 是對的 沒理由著了燈 不把騎著它的姿勢 給大家看看 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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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很意外 用USB來供電 只是我覺得 本身這個角色 它本身的頭部 是用電柄差了一些之外 也沒有辦法 因為你本身 掃造這些身體 你沒有理由說 駁到USB電 很難的 但是呢 這隻馬真的令我驚喜 可以用USB來供電 如果晚上 你長 不要說長續 最好長續 我覺得如果你開得久 燈始終都有壽命 我覺得不可以說長續 久不久 有時候 例如一回來 開著它 就這樣閃一閃一閃 好看聖誕燈 對吧 這隻東西真漂亮 好了 這一集 鵬仔開箱 就到這裏為止 如果大家 接下來 如果是我開 Wonder Woman 我就 兩網講解一下 有少少關於 Wonder Woman的豪華版 它裏面有些什麼 我都會不斷說一說 因為可能 很多朋友都已經有那隻 鵬仔這隻 我有 不要開箱 要不要開箱看 但我都可能 有些朋友 可能有些朋友 他都未見過 包括有些 看開我 Follow我 開那些 小朋友 當開箱給那些小朋友 看一下 裏面那隻東西 有多誇張 因為 那隊役 我本身都開箱看過 驗一驗過 超大整個隊役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好久沒見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鵬仔 分享給朋友看 讚好 還有留言給我的鵬仔 大家想跟我聊天 也可以的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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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